明婚 都会失踪 他们在哪儿 在爬满虫子的浴室 还是在地图上 没有出现过的小镇 鬼市平平 机关重重 谁是神秘的变态杀手 谁让爱情 渐渐远去 请听周德东的首部 爱情悬疑小说 明婚 由慕容 长君演播 绿绿冲着电脑 和那双神秘的眼睛 约好了第二天 两点 在东城图书馆见面 时间还差十四分钟 走进图书馆大门 是一个小广场 安安静静的 草坪半绿半黄 但是平平整整 弯弯地涌到两旁 有几个光洁的石凳 一只黑色的鸟落下来 停了停 又飞上了青天 绿绿追着望去 阳光刺眼 她在一个石凳上坐下来 很凉 又站了起来 慢慢地在涌道上走动 同时警惕地 四下张望 除了她 小广场上没有一个人 有那么一瞬间 绿绿有些愣神 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为了见到电脑中的 那双眼睛 绿绿忽然怀疑自己 不正常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一个小女孩出现了 她大约七八岁的样子 很瘦弱 皮肤特别白 穿着红色毛衣 骑着一辆 花花绿绿的儿童自行车 沿着永道 飞快地朝绿绿骑过来 绿绿紧张地看了看手表 十三点五十 还差十分钟 这个小女孩 为什么没有父母带着 她到了绿绿跟前 搜的一下就过去了 绕了一圈 又从图书馆的大门出去了 从始至终 她都没看绿绿一眼 看来跟这个小女孩没什么关系 绿绿继续等 十三点五十五 还差五分钟 手机突然响了 绿绿轻微地抖了一下 一看 是胡小军打来的 她这才想起来 昨天约好的 今天下午 她要陪胡小军去看窗帘 绿绿 你下午没事吧 哦 我过了两点钟就没事了 那行 我在幼儿园 去哪找你呀 我在东城图书馆呢 你过来有多长时间 很近 大概十分钟就行 那正好 你过来吧 放下了电话 绿绿继续观察四周 这时一个高个男人出现了 她大约三十多岁 戴着眼镜 穿着一件普通的黑毛衣 里面露出灰白色的领子 头发有点长 有点乱 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她一走进图书馆的大门 就朝绿绿望过来 绿绿死死地盯住了她 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镜片反光 绿绿看不到她的眼神 她慢悠悠地 朝绿绿走了过来 就是她了 绿绿呼吸越来越急促 双手开始微微地颤抖 她甚至想到了 要拨110了 那个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绿绿眼前 停下来 绿绿低着头 看自己脚尖 其实 她的余光 一直在看 那个男人的脚尖 那是一双黑色皮鞋 很长 绿绿注意到 那两只鞋子的鞋带 都积着死劲 这个男人说话了 是你吗 绿绿刷的一下 抬起头来 盯住了男人的脸 那是一张很黑的脸 眼睛很大 瞳孔悬在中央 四周全是吓人的眼白 那男人脸部的肌肉 在突突地抖动着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是你吗 你找谁 你不是 张强吗 什么张强 抱歉 秦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约这儿见面 我以为你是她呢 说完这句话 这个男人低下头 就急匆匆地走开了 又是秦王 难道现代人都失去了 在现实中交往的能力了吗 爱情只能靠 只能靠婚戒了 看看手机 十三点五十九 还差一分钟 绿绿开始在心里倒计时了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一个穿淘红色工作服的女孩 骑着自行车 从图书馆大门外一闪而过 绿绿捕捉到了那个身影 她疑惑了 那个人是好天竹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 敏感的地点 她 怎么又出现了 不过 她并没有靠近绿绿 绿绿也没有看清她的脸 这种情况 算不算那双眼睛已经出现了呢 正在绿绿快速思考的时候 一个人从图书馆大楼旁的一间小房子走了出来 是个女的 她穿着一件蓝大褂 脸上蒙着厚厚的白口罩 一手拎着条柱 一手拎着长瓣的铁布 在涌道上四处寻找垃圾 她是图书馆的清洁工 她不是 电话又响了 是胡小军 绿绿 我到了 绿绿 还是没有见到那双眼睛 胡小军这么快就到了 此时此刻 绿绿的胆子 都要被吓破了 她巴不得胡小军 立刻来到她身边 绿绿说 我就在大门里的小广场上 好 知道了 很快 绿绿就看见胡小军 走进了图书馆的大门 绿绿使劲朝她摆了摆手 她看到了绿绿 赶快快步走过来 那个清洁工 走到绿绿旁边 把铁布袋里的垃圾 倒进了一只很大的黑色垃圾箱 然后 继续朝前拽悠 寻找垃圾 胡小军走了过来 绿绿不会告诉她 自己在这里等什么 她焦急地四下张望着 盼望着那双眼睛快点出现 什么都没有 那个清洁工绕了一圈 又走进了图书馆大楼旁边的小房子 小广场空荡荡的 再也没有一个陌生人出现 绿绿看了看手机 十四点整 胡小军来到了绿绿面前 嘿 傻站着干嘛呢 绿绿继续四下搜寻 等你啊 那你为什么不站在大门口 害得我还得跑进来 走啊走啊 绿绿没有动 哎我说你走啊 再等一会儿 等谁啊 我约了一双眼睛 眼睛 胡小军的眼睛瞪大了 绿绿这才意识到自己恍恍惚惚的说漏嘴了 赶紧又说 那我约了一个人 他也许不会来了 嗨 没关系 我陪着你等呗 绿绿一边监视四周 一边又说 呃 再等两分钟吧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窗帘啊 黑色 哎 跟我家周冲一样 黑色不透光 有安全感 好像黑色将红色才不透光吧 不不不 我怕红色 跟血似的 两个人闲闲的聊了一会儿 小广场上再没出现任何可疑的人 看看手机 十四点零二 绿绿忽然觉得自己太滑稽了 那双眼睛不可能听她的调遣 让她出来就出来 她会一直藏得深深的 当你认为她存在的时候 她就不存在了 当你认为她不存在的时候 她就存在了 你永远不能确定 她到底有 还是没有 只有在你死了之后 她才会真正的复约 让你看到她的真面目 那时候 你却无法 把这件事情 讲给任何一个活人了 等了好一会儿 绿绿说 哎 走吧 不等啊 不等了 两个人走出图书馆大门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坐了上去 直奔 布业批发市场 出租车 朝前开着开着 绿绿忽然转头 看了看胡小军 胡小军 也看了看她 胡小军说 哎 你看我干什么呀 哦 没什么 我在想 你当新娘那天 一定非常漂亮 哪个女孩 都有那么一天的呀 绿绿把脑袋转回来 没再说什么 刚才她只是随便说说 她之所以转过头去看胡小军 是因为她陡然想到了一件事 还差五分钟十四点的时候 胡小军说 她再过十分钟赶到 结果她提前五分钟就到了 抛开所有表象 有一个事实被绿绿忽略了 那就是 十四点的时候 只有胡小军准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巧合 她又转过头看了看胡小军 胡小军真是笑了 我说 你怎么老看着我呀 绿绿突然问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胡小军说 瞧你 我是你微博的粉丝啊 是的 他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也就是说 最初的时候 胡小军出现在她的电脑里 她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家世 不知道这个女孩的来历 也许 她根本就不姓胡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一身马挂长袍 女子悬空露出一对尖尖的小脚 他们是谁 是冥魂照片的主角 还是童话爱情的终结 小说冥魂 正在讲书中 绿绿问胡小军 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胡小军说 他是绿绿的粉丝 绿绿点点头 对 你经常看我的微博 这些天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大脑总是短路 你是不是缺乏睡眠呢 不是 最近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些怪事 怪事 说来听听 比如 我上网玩游戏的时候吧 总在关键的时候出问题 就好像电脑里藏着一双眼睛似的 说到这儿 绿绿盯住了胡小军的眼睛 胡小军露出了害怕的神情 我也有过这样的感受 好像生活中啊 总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这是一种错觉吧 绿绿继续盯着胡小军的眼睛又说 昨天晚上 我很生气 约他今天两点钟 在东城图书馆见面 他 他 那双眼睛 那 你见到他了 没有 两点钟的时候 你来了 绿绿还是紧紧盯着胡小军的眼睛 胡小军愣了愣 突然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 过了好半天 胡小军才止住了笑 你不觉得好笑吗 前面的故事冷嗖嗖的 结果两点钟的时候 我出现了 嘿嘿嘿 是啊 我也觉得太巧了吧 哎 这种约会可不公平 你是一个大活人 太显眼了 他呢 是一双眼睛 可以藏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 看不见他 他却能看见你 比如说 比如说 草丛中 树叉上 或者垃圾箱里 绿绿的脑海里 忽然闪过一个人影 十四点左右 他 穿着一件蓝大褂出现了 脸上蒙着白口罩 只露出一双眼珠 他一手拎着扫板 一手拎着长瓣铁波脊 低着头 慢腾腾地走到垃圾箱旁边 把铁波脊里的垃圾倒进去 然后又慢腾腾地 走开了 绿绿突然说道 停车 怎么了 我知道那双眼睛在哪了 抱歉啊 今天我不能陪你了 哎 姐姐 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 可是绿绿已经下车跑远了 绿绿跑进图书馆的大门 远远地看了看 清晰宫出路的那个小房子 门锁上了 看来那个清洁工已经离开了 小广场上没有一个人 那只黑色垃圾箱在涌到旁边静静地立着 极其显眼 绿绿之所以想到了这个垃圾箱 是因为她想到了电脑的回收站 回收站 也叫垃圾箱 既然那张明昏照片总是出现在电脑的垃圾箱里 扇也扇不掉 那么 它会不会出现在这个现实中的垃圾箱里呢 绿绿走过去 掀开了垃圾箱的盖子 顾不上干净不干净 伸手在里面翻动 一只很小的老鼠蹭地 钻到了垃圾箱的身处 绿绿忍着恶心 继续地搜索 终于 在一些废纸和枯叶下 她找到了她的约会对象 那是一张明昏照片 照片上 男的依然略显羞涩 女的依然紧紧地闭着眼睛 他们的身上和脸上 都蒙着灰尘 好像刚从地下挖出来 绿绿呆呆地站着 全身冰凉 千真万确 她来了 绿绿必须查清楚 这张明昏照片的来历 她回到家的时候 周冲出去教课了 绿绿走进书房 上网查阅着 有关这张明昏照片的信息 她发现 这张明昏照片在网上流传甚广 但是 她到底涉于什么年代 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 却始终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网上有一种说法 新郎和新娘是渔行人 渔行 素称鱼米之书 花果之地 文化之邦 女子 叫叶子梅 十六岁 家里很有钱 男子 叫王海德 十九岁 家境贫寒 女子尚未过门 不幸得热病死了 一九二二年 王海德 不想按当地的风俗和死人结婚 逃跑去当兵 后来被女方家人捉了回来 举行了明昏 当时 那女子 已经死了六天 背后 用木架支撑 双脚不着地 后来王海德去了上海 开了个小茶馆 和一个上海女人结婚了 生有一儿一女 她死于一九八八年 不仅仅是绿绿和周冲 这张照片 吓坏了很多人 于是 多家电视台开始解密 最后发现 这张照片 其实是一本杂志 2002年某一期的封面 电视台记者 去这家杂志社采访 得到的答复是 该杂志社的一个美术编辑 下乡采访 从山西一户农家 买来了这张老照片 那个美术编辑 早就离开了这家杂志社 她 现在在哪呢 没人知道 那户农家在山西哪个县 哪个村 姓什么 没人知道 照片上的人是谁 更是没人知道 传闻的地点是鱼航 照片的来源 却是山西农村 越扯越远了 绿绿再次审视这张照片 他有一种感觉 那些传说全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 照片上的男子还活着 他旁边的女子刚刚死去 绿绿也奇怪 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防盗门响了 周冲回来了 绿绿没有动 继续看照片 周冲放下集团 直接去了卫生间 不一会儿 他喊起来 哥们 你过来 绿绿跑过去 看见周冲正在刷牙 他指了指 地露上的那个盖子 口齿不清地说着 这你买了 啊 防止那条虫子再爬出来 哎呀没用 这房子里的窟窿眼太多了 绿绿四下看了看 是啊 房子里的窟窿眼多了 他突然说 周冲 我怎么感觉 我们收到的那张明昏照片 和网上流传的那张明昏照片 不太一样啊 啊 哪不一样 摆设是一样的 衣服是一样的 光线也是一样的 可是 人好像不一样 那就错觉吧 周冲刷完牙 换了个话题 哎 有人向我告密啊 说你昨天晚上 泡他了 这 你胡说什么呀 周冲很是认真 没有吗 哎 我提示你一下啊 曼哥 这个人叫曼哥 曼哥 绿绿感觉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这就说明周冲并非在胡说 绿绿愣了愣 使劲回想了这个曼哥是谁 呼啦一下的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他跟这个人在网上聊过几句 绿绿一下就懵了 昨天晚上周冲在夜店演出 他怎么会知道曼哥呢 这事太蹊跷了 难道他是周冲的朋友 那么多聊天网站 有那么多的聊天室 绿绿随便选了一个就撞进去了 偏巧就遇到了周冲的熟人 不可能 如果是埋伏的话 那么对方应该主动找他说话 而事情恰恰相反 他进了聊天室之后 从几百个聊天者当中 随便选了一个人 主动上前跟人家打话的 还有 就算这个人正巧认识周冲 他也不知道绿绿是谁啊 绿绿在聊天室的名字和QQ的名字 都是一个字红啊 绿绿盯着周冲问 你认识这个曼哥 不认识 不是你今天出去之后 我一个人在家上网 有人加我Q 说要告我一个秘密 我通过了 他就把他和你的聊天记录发给我了 这个曼哥怎么会知道 他的男友是周冲 他怎么知道周冲的QQ号 绿绿说着 你把他发给你的东西给我看看 周冲来到电脑前 从一个文件夹里打开了那份聊天记录 绿绿大致看了看 还好 这个曼哥没有篡改内容 周冲坏笑着说 看出来了 其实啊 是他在泡你 不过这哥们的这手段也太低劣了啊 我只是不明白 不是他怎么能找到我呢 绿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五精打采的说着 跟他没关系 啊 跟他没关系 我早说过 这里面 藏着一双眼睛 明昏 是一场为逝去的人举行的婚礼 是一场把人逼向灵魂死角的变态游戏 啊 失踪 失踪 每一对看过明昏照片的情侣都会失踪 他们在哪儿 在爬满虫子的浴室 还是在地图上没有出现过的小镇 贵士频频 机关重重 谁是神秘的变态杀手 谁让爱情渐渐远去 请听周德东的首部爱情悬疑小说 明昏 由慕容长君演播 绿绿和周冲在家里讨论着电脑里藏着一双眼睛的话题 周冲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什么东西 只要是二手的 总会有问题 你家这房子买的时候是新的吗 跟你说过嘛 旧房子 我老妈一个寡妇 买一套二手房 已经尽全力了 绿绿不再说话了 周冲伸手 在她面前晃了晃 发什么呆啊 我在想怎么办 周冲一下子把电脑的电源线 拔下来 抱起她 就往外走 简单 把她砸了 买她新的 绿绿忽然有些舍不得 她跟这台电脑相伴一年多了 她用这台电脑写了那么多字 现在她不但沾着原主人的气息 还沾着绿绿的气息 周冲走到门口的时候 绿绿喊了一声 等一下 周冲停下来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心疼了 绿绿直愣愣的盯着周冲怀里的电脑 突然说道 黑客 什么 也许是黑客呀 咱俩都是电脑盲 这台电脑很可能成了黑客的肉机了 也许根本没什么眼睛 只是黑客在捣乱 嗨 不管怎么回事 我呀 都得给她砸了 我看她不顺眼 我 不是 你先让我核实一下行吗 然后随便你 周冲想了一下 嗯 行 好吧 听你一会 绿绿把电脑抱回书房 然后给一个人打电话求助 此人叫虾 绿绿曾经采访过他 如果电脑行业是个江湖 那么这个虾就是一道一侠的爵士高手 他过去是黑客 曾经制造过震惊世界的病毒 后来入狱 出来之后被国内最大的杀毒软件公司聘用至今 侠答应着明天下班之后过来 天黑之后 绿绿没有心情做饭 叫了肯德基外卖 两个人吃完 周冲背上吉他就出去唱歌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周冲说 哎 你你早点睡啊 我等你 周冲出去之后 家中又剩下了绿绿一个人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 他好像失去了思考能力 耳边一直在回响周冲的话 什么东西 只要是二手的 总会有问题 顺着周冲的话 他想起了一年前的景象 那是个阴天 他在中关村附近看到一家二手电脑店 门口挂着牌子 拆迁大减价 于是就进去了 店里冷冷清清 只有女老板一个人 他满脸冷漠 正坐在柜台前看电视 根本不搭理绿绿 绿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 看中了这台笔记本电脑 他外表狠心 价钱最便宜 绿绿在心里已经决定要买它了 不过绿绿还是试探的问了一句 这台笔记本还能再便宜点吗 那个女子看了绿绿一眼 说道 你想说多少钱 绿绿毫无信心的说 这个价再打个八折吧 那个女子继续看电视 扔过来两个字 抱走 绿绿马上又怀疑这台笔记本电脑 是不是有问题了 不过他已经给出了价钱 人家也同意了 他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随后他让老板把电脑开了机 仔细检查了一番 没发现任何问题 于是交钱拿走了 现在绿绿已经想不起那个老板的模样了 而且他的店早就已经搬迁 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么最初是什么人把这台电脑 卖给那个老板的呢 这更不得而知了 真的不该买任何旧物 电脑 家具 衣服 玩具 他们是有历史的 你不了解 于是就有了被遮藏的部分 他们沾着原主人的体温和气味 无论 无论如何 你都无法彻底的驱除掉 这套房子 也是二手的 绿绿绿继续浮想连篇 同一个空间 就是这套富士楼 呈现出不同时间的画面 周冲在阳台上谈吉他 绿绿在厨房做饭 一个高大的老头 坐在阳台上抽烟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个中等体态的男人 在墙角 用钳子拧着铁丝 一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妇女 在往餐桌上端菜 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 在地板上哇哇叫着 玩一辆电动小汽车 不知道这些人 是什么金属关系 房间里充斥着一股油腻腻的油烟味 又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从楼上露出脑袋 大声呵斥那个男孩 他嫌这个男孩太闹腾了 这么说 连周冲也是二手的 周冲曾经爱过 而且爱得那么深 他和那个女孩 共同生活过半年 也许那个时候 每天夜里 周冲都紧紧地抱着 那个女孩入睡 后来 他们被撕开了 就像长在一起的肉 流了很多的血 周冲的身上 也沾了那个女孩的气味 就算她每天洗八次澡 也洗不掉的 想到这儿 绿绿绿敏感地看了看茶几上的那条金鱼 她依然在无声地游来游去 绿绿拿起鱼石 朝水里扔了几粒 那鱼张开鲜嫩的小嘴 很快就通光了 然后她的脑袋 然后她的脑袋一直顶在缸壁上 尾巴摇动着 静静地看着绿绿 为什么 为什么周冲不让她提起那个女孩呢 孤独一人的时候 真不该胡思乱想 绿绿想着想着 就撞到了一种猜测上 接着 她的心就掉进了深渊 是不是那个女孩得了绝症死了 是不是周冲跟她举行过 明昏 想到这里 绿绿哆嗦了一下 可是 绿绿控制不住自己 继续想下去 周冲失去她之后 生命就被掏空了 她不能节哀 唯一能做的 就是和已故去的女孩举行冥婚 时间改变一切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周冲渐渐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曾经的冥婚 只是一种仪式 表明当时她对那个女孩爱得有多深 她不是明正局的结婚证 不具备任何的束缚力 周冲不可能一辈子独身 于是 她希望通过秦王随便撞上一个缘分 秦王给她安排的第一个约会对象是绿绿 她看了一眼就决定了 那其实 是感情受过重创之后的放任自留 那么 他们是在哪儿举行的明昏 就在这套房子里吗 绿绿顺着楼梯朝上看去 楼上 黑乎乎的 那里她很少去 也许楼上那间房 就是明昏的新房 明昏也是混 从这个角度说 周冲算是 有妇之妇 如今 周冲天天和绿绿生活在一起 聊天 吵架 吃饭 做爱 他们不知道 这套房子里 还存在着一个人 那个鬼新娘 她可能 就附在这条金鱼的身上 天天注视着周冲这个傅心汉 还有绿绿这个小三 充满了怨恨 不然 为什么生活当中 总是出现那张明昏照片呢 绿绿越想越怕 她把鱼缸抱起来 小心地爬到楼上 放在地上 又下来 回到书房 抱起那台笔记本电脑 再次小心地爬到楼上 放在了地上 回到楼下 她盯着自己的脚尖 慢慢地走进卧室 只要一害怕 她就想钻进被窝 一个人独处时 走路应该是放松的 绿绿却不是 她的步态有些拘谨 好像旁边 旁边有很多双眼睛 在注视着她的爽叫 进了卧室 绿绿把门关延 轻轻躺在床上 听房子里的动静 只有暖气管 偶尔传来 糖水的声音 哗啦 哗啦 绿绿不知道楼上的电脑 此时此刻在干什么 表情 又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 明天 要来的虾 是个医生 那么 藏在电脑里的那双眼睛 就是病毒了 她不会束手就擒 今夜 她肯定会想点什么对策 男子戴着黑礼帽 穿着一身马褂长袍 女子悬空露出一对尖尖的小脚 她们 是谁 是明昏照片的主角 还是童话爱情的终结 小说 明昏 正在讲书中 楼上 一直很安静 没有任何声音 可怕的事情突然出现 那是可怕的 可怕的事情一直不出现 那就更可怕了 可我们究竟怕什么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绿绿迷迷登登的 看见那台笔记本电脑 从楼上顺着楼梯爬下来 她拖着鼠标和键盘 很笨拙的样子 在夜色中 隐约能看见鼠标上 紧紧握着一只手 键盘上轻盈地跳动着两只手 鼠标上的那只手很大 无疑是个男人的 键盘上的两只手很小 无疑是女人的 绿绿竟然不害怕 她只是疑惑地问了一句 三只手 不对吧 这句话 似乎捅破了什么东西 键盘上有只手 猛地一缩就不见了 这样就剩下了两只手继续操作电脑 可是绿绿还是觉得 不对劲 因为这两只手 都是右手 第二天早晨 绿绿醒来的时候 周冲正坐在床边望着她 想想昨夜的梦不知道为什么 绿绿很想笑 湿漉漉的阳光照在周冲高挺的鼻梁上 特别优美 这一刻 绿绿感觉非常幸福 周冲见她醒了笑着说 哎 昨天夜里 你为什么把鱼缸和电脑都搬楼上去了 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周冲捧起绿绿的脸 使劲地亲了一口 你这胆子不是很大吗 当然了 不然我怎么敢一个人分两次 把他们都移到黑乎乎的楼上去啊 哎 那你为什么怕那条金鱼啊 绿绿的眼珠转了一下 她不想惹周冲生气 啊 我只是到了夜里 害怕眼睛 这天 秦王给周冲打来了电话 叫他去一趟 不知道什么事 绿绿在家看电视 一直等到天黑日落 周冲还没回来 门铃响起的时候 绿绿以为是周冲 走到可是门铃前一看 是瞎到了 他赶紧给他开了门 这小子跟绿绿的年纪差不多 长得又瘦又小 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军绿色胯包 更像一个开锁的 绿绿连忙说着 真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跑过来 反正我也没事 绿绿把笔记本电脑 从楼上抱下来 放到了书房里 瞎走进书房 放下跨包 在电脑前坐下来问 哎 怎么了 我总觉得吧 有双眼睛 藏在里边 你具体点 绿绿就把最近发生的事 大概说了一下 瞎从另一条渠道 进入了电脑 屏幕变成了绿色 密密麻麻的 都是英文字母 绿绿紧张地盯着这个界面 感觉好像跟随一个医生 进入了患者的内脏中 看到了热乎乎的心肝肺 瞎鼓到了十几分钟 终于把电脑正常启动了 绿绿盯着她 小心地问 什么问题 很奇怪 你们甚至 都不知道更新杀毒软件 却 没发现一个木马 这是万幸啊 这句话让绿绿更害怕 你的意思是 这台电脑没问题 没问题啊 绿绿的心里 陡然涌上了 无边无际的恐慌感 就像有个人 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不做什么 也不说什么 现在 绿绿请来了一个阴阳大师 希望把这个人赶走 可是这个阴阳大师 围着绿绿转了几个圈却说 这里 没有第三个人呢 而那个人 就站在不远的地方 静静地望着她 依然是不做什么 也不说什么 看样子 你不太放心啊 这样 我把电脑系统啊 全都给隔了 重新做一遍 就跟新的一样 好好好 不管这双眼睛藏在哪个内脏当中躲过了检查 现在把整个身体都粉碎了 看她还怎么存活 虾拿出一张启动盘 开始重装系统 十几分钟就完成了 绿绿看着全新的界面 心里踏实多了 她不知道那双眼睛去哪了 不过她现在肯定血肉模糊 不能再做怪了 装完系统之后 虾要走了 她说 其实这点事 你叫个修电脑就可以搞定 绿绿有点不好意思 如果说 国家的安全系统被恐怖分子攻击了 他们请虾去阻击 那还差不多 而绿绿请人家来呢 只是重新装装系统 绿绿说着 我以为是大事 行 有事随着给我打电话 送走虾之后 绿绿立即回到书房试了试新系统 她还是不放心 电脑里没有发现黑客的痕迹 那么以前出现了那么多奇怪的事 又怎么解释呢 以后 以后就不会再出怪事了吗 虾刚走一会儿 周冲就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问 哎 哥们 高手来了吗 绿绿从书房走了出来 一边帮周冲挂衣服一边说 哦 来了 查出木马来了吗 没有 行 好 那我砸了他 别别别 再看看吧 刚才他给虫做了系统 那你不怕他了 绿绿犹犹豫豫豫的说着 如果再发现有什么不对头 你就把他砸了 行 你的电脑 听你的 哎 对了 秦王找你什么事啊 哦 他们要给那首主题歌召开个新发布会 地点在上海 他们让我到场 啊 你要出差啊 什么时候 12月17号 星期五 好啊 这是一次大机会 去几天 第二天就回来了 哦 嗯 家里又剩我一个人了 周冲捧起 绿绿的脸亲了一口 你要是害怕啊 就约个朋友来陪你啊 这几天 咱俩逛街去吧 顺便给你买点衣服 你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穿着 怎么也得像个样子 我买衣服 你最好不要参与 哎 我保证 我只是陪着你 哎 再买副墨镜吧 明星 得有明星的范儿 呸 12月16号 是个阴天 上午 绿绿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她接起来 原来 是那个自称好天竹的女孩 前不久 绿绿给她打过一次电话 咨询屈天竹的情况 她就把绿绿的电话给存下来了 好天竹在电话里急匆匆的说 姐姐姐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屈天竹回来了 回来了 绿绿又高兴又失望 什么时候啊 前两天 14号的时候 姐姐 你知道 那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她和她男朋友的婚期 是11号 按照传统的习俗 14号这天 她应该回娘家的 哎 她就真回来了 不过 是一个人 啊 那 那赵静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啊 她回来之后 第二天早上 就上茶馆上班了 说话 跟正常人 没什么两样 可是吧 你只要问她 去了什么地方 她就不正常了 开始胡言乱语 当天公安局就来人了 把她叫去调查情况 哎 你在公安局不是有朋友吗 你去问问他们 哦 好的 谢谢你啊 别忘了替我问问 她还来不来上班了 其实我还挺想她的 嗯 我会的 放下电话 绿绿开始思考起这起案子 以前 仅仅是两个即将举行婚礼的人失踪了 那只是一篇稿子的开头 有了今天的进展 这篇稿子就可以写一半了 现在 她缺个结局 或者说 缺个谜底 公安 能从屈天竹的嘴里 挖出谜底吗 绿绿马上给公安局宣传出的那个熟人打电话 打探关于屈天竹的情况 经过那个熟人介绍 她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主办这个案子的警官那里 她怎么都没想到 事情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公安局把屈天竹叫去 问她什么 她都对答如流 但是只要一问到 你和赵静去了什么地方 她立刻就瞪大眼睛 好像陷入了梦魇 从此说什么都稀里糊涂 驴唇不对马嘴的 边缺角 我们不开心 我们不开心 我和这些课计 你们род课计